妳就是一直走在一條 任性的路上面 但是女女都跟你走對了 其實應該是說沒有小孩子 比較少小孩子那麼小 就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要什麼 是… 好的 文美安老師 我們就來分析哪些星座的人 很敢勇於嘗試 對 就是有上榜的這三個 如果是你的孩子了 你的心臟藥要準備好 因為他隨時回來就會說 媽 我要出國 或者是說媽 我留級了之類的 現在更恐怖的是 媽 我要出家了 對 好 所以這個除了參考你的太陽之類 參考你的火星 那你的火星的位置呢 就決定說你有沒有企圖心 有沒有行動力 有沒有野心 然後到底有沒有這個衝勁 都跟你的火星有關 首先呢 如果是雙魚或是火星雙魚呢 他呢 也是很敢心嘗試 可是他的心嘗試呢 有兩種 一種是為了反叛 譬如說大家都要他念醫科 他就故意要念美術 那另外一種就是 雙魚跟火星雙魚 在戀愛上很敢嘗試 所以在大家都沒有 姐弟戀的時候 他已經試過了 大家都沒有談過異國戀情時 他已經試過了 然後大家呢 在各方面的那種 沒有跟學長談戀愛時 他也試過 所以他對於感情方面 很勇敢心嘗試 然後帶於 所以就是說瑤瑤的 其實初戀跟所有的第一次 都在復興美工 一年級的時候發生 應該更小一點吧 沒有 更小一點是在女校啊 所以呢 雙魚或火星雙魚 他可能對工作各方面還OK 但是就是對於感情方面 還有藝術方面 文學方面 或是你要帶他去一個 新的地方旅遊 這種新嘗試他是願意的 好 那至於像 那至於像摩羯或是火星摩羯呢 像我們來賓有摩羯座 他就是敢嘗試他害怕的 或是別人害怕的 譬如說小時候很害怕游泳 他長大就會去游泳看看 小時候很怕毛毛蟲 長大就看一下毛毛蟲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 別人都說他數字沒有概念 那他就去學會計 所以他通常會挑戰自己的極限 挑戰自己看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他最大敵人不是別人 都是自己 所以他OK的 只要他自己OK 他就一切人生都OK 所以他很敢做很多 像有些人 他可能很害怕數字 他就一輩子離數字很遠 可是他不會 他會試著突破看看 但比較麻煩的是說 他突破以後他就放棄了 譬如說他會計拿到檢定考試以後 他就放棄了 就回去做他原本的工作 超準的 對 譬如說沒有種過田 那去種田 等到把田種完以後 就把這一間民宿賣給別人 對啊 你看我革命了半天 現在也沒在畫畫 對 就屬於這一類 但是還是勇氣可嘉 那最厲害的就是 我們來賓牡羊跟火星牡羊 因為我們來賓很少遇到牡羊做的 然後他有火星獅子也是火象 這個就是火力十足 他就是我們大家在聊天說 待會兒要吃什麼的時候 他已經去買好便當回來 而且也吃完了 然後我們還在說 那要吃什麼 他已經買好了 他11點59分就已經買好了 我們12點還在討論 所以他行動力是超快 那他厲害的是說 他敢做別人不敢做的 譬如說高空彈跳 或者是別人很害怕 或是別人覺得沒有錢的 他對他來講他都敢做 譬如人家覺得 幹嘛做這個沒有錢沒有報酬 但他都願意 只要他就願意 因為火星本來就是阻擋 戰爭還有趁勢 剛好火星又是牡羊座的守護星 所以牡羊座永遠就是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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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我們不要跟著他走 因為他都走很快 然後腳會撞歪 但他撞歪之後他會長回來 但我們不會長回來 所以我們先讓他走 走完回來以後 我們聽聽就好了 好 對 接著請黃老師來告訴我們 下週各生肖的整體運勢 好 我們看一下 12生肖下週的整體運勢 基本上是兩個比較好 就一半比較好 另外一半就是比較普通的 我們先把普通的看完 好 首先看一下普通的是 不可強求名利莫貪 表示您在下個禮拜 運氣並不是頂好的 就普普通通嘛 所以這時候你不要去追求 去追求反而說不定呢 反而求不到 回不到 那麼這是什麼呢 生肖呢 這是屬老虎 屬猴 屬狗的朋友 好 再下面一個 也是比較運勢比較普通的 守時守信 諸事平順 這是導過來講 如果你不守時不守信 就表示諸事不平順 所以你下禮拜一定要小心一點 在這方面 這是屬老鼠 屬羊 屬兔的朋友 好 除了這一半以外 下面的這一半就是比較好的 好 下面首先的是 勢在人為 有之境成 既然是這種就表示說 他做各方面多好 他是事業也好 錢財也好 愛情也好 他只要努力的去做 敢去做 他就會成功了 這是屬蛇 屬馬 屬牛的朋友 好 最後就表示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什麼呢 贏模 成功 家庭圓滿 可是不但是事業前財 跟家庭 感情方面 他都一切都是非常的圓滿 這是屬龍 屬雞跟屬豬的朋友 那麼12生肖呢 大家的生肖個人不同 請您做參考 好 樂美姐也是念書 有耽誤到感情嗎 說妳現在只願意接受談戀愛 然後不要婚姻 說婚姻太沉重 那是理想的目標 我喜歡這樣子 我希望就是談戀愛 然後婚姻再說吧 那目前是這樣嗎 沒有 在戀愛中 沒有 目前修行中 目前修行中 對… 這比已經沒有遇到… 沒有遇到有感覺的嗎 不太一樣 因為曾經想要看看那邊的男士 是什麼樣情況 但是後來有一點點失落感 不能說失望啦 為什麼 對北京男跟台北男有什麼 不能講說以北京一個地點 來做一個論述 應該講說全中國的男士吧 全中國他都試過 不是… 像台灣男士我就覺得非常紳士 你不會逼到你就不知道 像台灣男士就是很疼女生 很疼 真的 台灣女生真的很好命 但是在內地的那些男士 他們就非常的女男平等 都一樣 女男平等都一樣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比方說 你就覺得沒讓人疼痛嘛 沒有被疼愛的感覺 那不是說上海男人 就完全可以伺候女人嗎 但是你又覺得那個你會喜歡嗎 對不對 了解 了解 比方說在北京呢 你剛開始看到那個 你去坐公車 然後看到那個問獎是一個女生 哇 好厲害啦 怎麼是個問獎是個女生 而且那個是兩節的喔 兩節的公車喔 然後再來看 收票員居然是個男的 對啊 聽說上海男人 會穿著睡衣 然後提著菜來去買菜 對 很多狀況 你就覺得很瞠目結實 是這樣進行喔 他們就很自然的生活狀態 開巴士的是歐巴桑 對 車長 然後車長撿跳來 那個那個 對 那個是男生 就是這樣一個 反了… 就是這樣一個反的狀態 你就覺得有點轉不過來 真的會這樣子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們其實做的 做的男女平等是世界有名的 是…沒有問題 這個我覺得 在那邊就是女兒當自強了 這個我也覺得說 女性是受到那種尊重 是在職場上的尊重 但是她不會把妳當好像 因為太平等 所以也就少了一份呵護跟那個什麼 沒有…那種呵護 沒有人跟你疼痛的感覺 她不會覺得你是女生 可能回到家裡面 可能是老公會把妳當女生 但是在外面 女生出去就是男生用 有 那妳這麼久沒看到樂眉 妳聽到樂眉講那一段話 妳覺得她是… 妳覺得她在…她怎麼了 學生那個年輕人追妳嗎 年輕的同學嗎 妳自己講 不要對我說的 追是很正常嘛 我們台灣出去的女孩子 很少沒有人追的啦 對不對 很正常啊 因為台灣的女生就是… 就是在內地看來 她們還是覺得是比較藝術的 特異的藝 因為我知道 台灣女生說話的語氣 對…我知道要講這個 音調 口氣 其實是… 對大陸男生… 不管男生 女生 就是她們… 她們一聽這種聲音 會這麼溫柔的 會這麼好聽 大陸男生是傻眼的 他們沒有聽過 這種女人講話的聲音 因為她們那邊 你知道尤其是北京啊 她們說哎呀 不好意思 這樣 然後我有一次 我那一次去就嚇到了 你知道真的嚇到了 我幾個朋友 她跟我們講話就這麼講 然後跟她老公講話 更是高康 就是嗓門比較單 你來嘛… 你來得再說嘛 所以她們聽到 我們這種聲音 她們都驚為天人這樣 她們覺得女孩子 台灣女孩子很溫柔 比方說有一個中間台記者 她幫我拍完一個片子之後 採訪我完之後就拜託我說 樂美妳一定要幫我找個女朋友 我說妳找女朋友找我幹嘛 她說我要找台灣的女生 這樣子 我說是怎樣 她說你不知道 我一個同事 娶了一個台灣太太 看她好幸福喔 我羨慕得不得了 所以妳一定要幫我 叫台灣太太 就是這樣子 她們會很喜歡台灣女生 就是比較溫柔 台灣女生是有口碑的 台灣女生都很忙好不好 現在數量有限好不好 說得好 沒錯 對 我真的要搶手 不然妳真的嫁了 沒辦法 比比安老師 麻煩請妳講 好 我們運搖這邊 還有一枚現貨 下週各新週的這個桃花指數 好 來 我們來看12月5號到12月11號 大家桃花指數如何 是可以內銷還是外銷 還是滯銷還是放在倉庫裡面 等著大拍賣 那我們首先看兩顆新的呢